玩這款長毛箱高爾夫不用那麼累 但是還是很有趣 遊戲一開始也是先在地板上面放置球場 那這裡建議找一個可以繞著走動的場地來玩 這個遊戲可以自己玩 也可以最多四個人一起 但這裡值得不是連線對打 而是在同一台iPhone或是iPad上面輪流著玩 這裡的關卡是以17時代為主題 但玩法基本上還是高爾夫遊戲的規則 不同的是它在不同球場會有不同的趣味障礙 而且玩的時候你可能需要走動一下 然後繞著球場走來尋找灰乾的最佳方位 它的音樂跟畫面都設計得很可愛 所以在這裡推薦給大家